Hello 各位同學 大家好 又是我 DSE 數學聯盟 今天就來到2020年 DSE 球 Level 2 攻略第43集 今天我們會開始一個新 topic 這個 topic 很簡單 每年只推出一條 MC 但因為它非常之簡單 教完之後這條 MC 一定會取得到 所以亦都是不容有息 尤其是對於球 Level 2 的同學來說 我們可以取得一分 分數少 但容易取得的我們都不能放過 這個 topic 是甚麼呢 其實就是關於進制之間的轉換 最常見的進制之間的轉換 分別是十進制 十六進制 和二進制這三種 在這三種數制中 轉換每年都會有一條 MC 你學會完未來這兩三集的球 Level 2 攻略後 你就會取得這一分 今天簡單說一下 甚麼是數制 其實我們平時做的數是十進制 即是可以由一到九 但你去到十的時候便會進一個位置 因為我們數字上是有 0 我們是有 1 好像很光亮的 我們先調暗一點點 先調暗一點點 好像這樣看起來舒服一點 這樣應該都可以的 好 那我就繼續調暗一點點 這樣好像不錯 光度 好 我們數字上是 0 1 2 3 點點點 去到9 我們沒有一個數字代表10 因為我們去到10的時候 我們就會進去下一個位置 比如說去到10的時候 我們會把它叫做 1 0 我們沒有一個數字本身叫做10 所以就是我們平時用十進制的意思 即是逢十進一 你去到10的時候便會變成雙位數 你雙位數去到10個雙位數的時候 便會變成三位數 你有10個三位數的時候 便會變成四位數 這就是逢十進一 就是我們平時用的十進制 我先給大家一個例子 譬如說有一個數字叫做 324 324 其實324好像很恐怖 太暗 我們調光一點點 光度調到正常一點 然後對比調到正常一點 不知為何它的手好像很奇怪 不過有它最重要是看得清楚 因為新用的軟件還未用得很熟 所以就對了 還是我應該按一下 按一下預設 不要教那麼多東西 那就有它了 我的手掌不要緊 最重要是學到東西 如果有一個數字叫做 324 其實我們怎樣去拆解它呢 其實324就會等於 這個叫做個位數 會是4乘1 再加這個叫做10位數 即是2這個 2是10位數 再加2乘20 而3這個叫做8位數 就會再加3乘100 平時我們隨便說一個數叫做324 其實我們怎樣去拆解這個324呢 其實是拿個位數乘1 拿10位數乘10 拿8位數乘8 這個就是怎樣拆解一個三位數 然後再調整一步 這裏應該很容易明白 即是個位數乘1 10位數乘10 然後8位數乘100 這個應該很容易明白 在這裏想教大家一件事 記不記得很久很久以前 教指數定律的課的時候 我們提到一件事 就是任何東西的零次方 譬如說A的零次方 任何東西的零次方 都會等於1 記不記得我們學過這條公式呢 為甚麼無緣無故提到這件事 因為其實這條公式 我們可以整理一下它的樣子 我們可以把它寫成 4乘以10的零次方 因為1就是10的零次方 任何東西的零次方都是1 再加2乘以10的1次方 因為10就是10的1次方 再加3乘以10的2次方 其實我們是可以這樣拆解這條公式 就是將這個變成10的零次 將這個變成10的1次 將這個變成10的2次 是這樣的 所以整條公式就是這樣拆了出來 我給你一個小例子 你可以按停這段Youtube 去試一下做不做到 試一下把4561這個數 將它好像這個模式 拆解變成一條公式 試一下做不做到 你可以按停這段Youtube片 所以我就不在這裡等待大家 這個就是個位數 1 所以就是1乘以10的零次 不行我的手很恐怖 我再加一加 如果太光 那裡又看不到 太暗的話 我的手又看上去好像很怪 這樣會不會好一點 我的手更恐怖 也不知道什麼事 那究竟為什麼會這樣呢 看一看 究竟我的手怎樣才可以正常 沒有那麼可怕 這個很正常 不如用這個 雖然看來比較暗 但至少我的手沒有那麼可怕 好像整個科學怪人伸出來 我們先看看 4561 就是1乘以10的零次 再加上第二個 10位數 我的手又變黑了 我真的不管了 最重要是你看得清楚 我都已經放棄了治療了 這裏就是6乘以10的1次方 再加上5乘以10的3次方 不是2次方 我都先黏了 再加5乘以10的2次方 因為是8位 然後4乘以10的3次方 這樣加起來 這個就會是答案 我們今天關於這個數字的第一集 就是學了關於如何去拆解一個十進的數字 這個技巧我們下課會用到的 雖然這樣聽到好像很簡單 沒什麼用 但是下課就會用到 是非常之有用的 對於我們拿的那條MC來說 最重要是懂得拆解這條數字 稍後我再設定鏡頭 看看如何看下去 我的手會沒有那麼恐怖 我們今天就到這裏為止